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MindMindCooking 聖誕節中又少了一些傳統食品呢? 除了火雞之外,薑餅人也是不少的 所以今天就教大家做薑餅人 還有幾天就差不多到聖誕節了 大家都不妨可以做些餅去派餅 我們下集的聖誕節 先把薑粉、肉桂粉、柚鹽、低筋 麵粉和泡打粉先過篩 之後把無鹽牛油放在室溫軟化 其實這個過程很簡單 首先把無鹽牛油打至滑 之後可以慢慢加入雞蛋拌勻 然後再加入雞蛋拌勻 再加入雞蛋拌勻 雞蛋拌勻 然後加入雞蛋黃色的雞蛋黃色 黃金又砂糖去拌勻 然後慢慢加入糖漿去拌勻 最後可以加入預先西好的粉類分三次加入去拌勻 薑餅仁的粉團就這樣完成了 薑餅仁的粉團 然後就可以將粉團放入冰箱30分鐘 記得要包上保鮮紙才可以放入冰箱 30分鐘後就可以用薑餅仁的帽子可以壓出你要的造型 這次的份量和帽子可以做到大概50塊薑餅仁 最後就放入烤箱用170度烤10至13分鐘就完成了 只有10 vär神就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準備裝飾的步驟都很簡單 只要將糖霜和蛋白混合就完成 如果你想要更多顏色的話都很簡單 只要你將混合好的糖霜分成幾份 分別加入利用的色素混合就完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後發揮你們的創意 在薑碧人身上加上裝飾就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啦 幾經辛苦終於完成了我手上的薑餅人 為何這麼說呢? 其實做薑餅人是很花時間的一件事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薑餅人焗了出來 因為沒有理由白書書 沒有眼耳口鼻筋 所以你就要不停去擠些眼耳口鼻筋 或者做其他裝飾 所以這真的是很花大家的時間 耐性、心思、創意 希望大家也嘗試做薑餅人 其實坦白說我今年是第一次做薑餅人 好啦 現在當然到了我這個最重要 也是最殘忍的環節 就是吃薑餅人 好啦 說這麼快就吃完一個這麼可愛的薑餅人 其實呢 我這麼多年來吃薑餅人的經驗來說 其實沒有一塊是有薑味的 包括我今次教大家做薑餅人 都是沒有薑味的 不知為何 可能大家如果想薑味重一點的話 不妨加多一點薑粉 可能就會有這個薑味 我現在吃完這一塊 這麼大塊的薑餅人 好啦 吃到一半 希望大家都喜歡今次我的薑餅人的分享 我們下一集見啦 好啦 拜拜 當然記得要查看我Facebook page 和Instagram cribeiertろ 按讚 點讚 按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